2021爱在彰化圣诞欢乐嘉年华系列活动 即将于12月5日登场 彰化县长王辉美邀请所有乡亲 一起来欢度圣诞月 今年一度的圣诞节即将来临 现在是祝福我们的祝福 12月是个感恩的时间 特别谢谢我们团理事长带领着我们所有的教会 跟县政府一起来举办我们欢乐嘉年华的一个系列活动 我们从5号在火车站点灯 17号在我们的美术馆前面点灯 点亮整个八卦山 那后续在26号在县政府的广场 还有我们的公益园游会 在这边也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 都能够一起来欢度我们感恩圣诞即将联华会 那公所也配合我们县政府 还有我们教会 在火车站通知了整个一段的一些通事 那从火车站到我们的扇行政府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活动 也邀请大家来共同祝福 那这个城市会越来越发展 我们都有在举办圣诞节 各个教会都有在举办 那因为觉得这样子力量不够 所以我就去扣各个教会 不同教派 大家都一起来 然后呢 县长他们就很好 也就来加入我们的市长也是 所以让我们彰化市就觉得说很有活力 在圣诞节的时候 大家同心一力都在 去办我们的圣诞节 让我们的会上光亮 2021爱在彰化圣诞欢乐嘉年华系列活动 将于12月5日在彰化火车站前 举办圣诞点灯 即百人合唱启动活动乐章 17日在新里美术馆前 彰化乐影登记 即圣诞点灯活动 26日在县府广场展开圣诞园游会 欢迎民众一起来欢度圣诞乐 公益频道黄石亭彰化采访报道